大家好,宇宙序章第二波前解已经推出 那这边就来介绍第二波的前解 首先先来看小奖 阿布霍斯的技能 看起之后水星会由右下方开始向左方排列 还有全队2.5倍功 主要的价值是可以解除宇宙序章的疲惫状态 以及宇宙序章可以无视弓前盾 另外这招你能够首批相同的 水星的主术 自身CD会-5 就代表这招技能可以一直开一直开 算是另类的每回合小优化版面 及每回合2.5倍的全队增伤 真的硬要再说他的优点的话 应该算是不怕复交消除的常入吧 然后再来下一张加塔诺托亚 这张算是宇宙序章的直骸 转化为该成员属性的种族强化胡石 感觉跟霸隆是不是很像 最大的差异在于这次转化霸隆是移除 有时候移除的地方不好处理一些特殊遗技 加塔诺托亚的转化 就可以另类的来处理这些技能 除此之外如果队长是宇宙序章 或狩类成员 自身会有亢奋 解除雷射及暴风一回合 只是要注意的是 这招开技能的时候 会依照你宇宙序章的成员 及光属性成员 每一张扣15%当前生命力 如果6个都是的话 就是扣90%当前生命 扣有点大 而另外最后还要说就是 像巴龙的移除 非常尴尬 也可以搭配这张的转化效果 在非宇宙序章及光属性成员的直行 也会有添加加护浮石 就如刚刚所说有时候一些移除不好处理的敌技 可以搭配加卡诺托亚来去应对 然后另外再来介绍 就算是这次的主角 眼球格赫罗斯及道种道罗斯 先来看格赫罗斯的部分 队长既已简单的背血背弓背回 而队伍技能的部分特别要提 会倾向于主越多的宇宙序章 越好 如果有3只以上会有额外的背弓背血背回 4只的话无视燃杀不怕中毒 5只的话还会有额外的无视固定连击跟连击相等 而6只的话则是还会再有2倍的生命力回复攻击机制 以及技能CD会直接-2 那这个-2CD如果搭配巴隆的CD6嘛 那巴隆就变成CD4可以开一次 如果你队伍还有两个巴隆的话 也可以变相的实现巴隆每一回合都可以开 而副队长的部分 我认为带巴隆 他的整体伤害会较高一点 然后再来蛇托罗斯的主动技能 除了第二点跟先前一样 两粒相连最多持续达到30粒之外 你下一回合还会继承本回合的combo数 以及第一点 宇宙序章可以无视反手消耗服食连击零化 指定连击法应 除了在阿萨托斯里面也可以担任宇宙序章的额外解盾 那他自己当打工 自身解盾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 他的单点伤害到底够不够 然后如果全队都是宇宙序章的话 他的技能回合结束还会CD少2 然后再来第二个要介绍的是 刀罗斯刀总 他的玩法 鹰队长计还是有限制 只有光兽光妖或光龙的时候 会额外的被弓被写 那如果搭配双队长的话 那其实他的组队模式 比较倾向于 光属性的兽妖龙 而非宇宙序章体系的 而队伍技能的部分 额外进场 光兽妖龙还会额外CD-6 手碰到的10颗 也会转化为光龙族强化符石 跟所有的属性符石会兼具光符石效果 光符石还会兼具宇宙序章成员的属性 那比较特别的是 他如果消除一组8粒以上的符石 额外攻击力会3倍 然后会有额外的解断能力 受妖龙 无视固定连击跟拼图 然后手劈只消除一组的话 还会额外8combo 无视反手消 队长跟战友攻击力再额外5倍追打无属性攻击一次 然后还有盗罗斯首次发动技能 还会补充龙脉仪使用次数一次 以及如果你的龙脉仪被破碎之后 盗罗斯每次发动主动技能会还原破碎的龙脉仪 以及使用次数变成1根除满龙脉仪 算是...有点呼应剧情 阿萨托斯印象中都是破坏龙脉仪 而盗罗斯现在是回复龙脉仪 然后再来是主动技能的部分 发动技能跟回合结束的时候 自身直行会转化成随机种族的光强化符石 并且会依照你队员的兽妖龙 额外有回合的持续效果最多3回合 然后自身攻击力还为4倍 其实这个4倍搭配他的队伍技 你消一组符石 双队长会额外攻击力5倍 他自己的队伍里主要的输出为他的头尾队长 配合这个4倍加成跟5倍的队伍技 然后另外兽妖龙可以无视三无鼠盾 额外增加6combo 而队伍中没有一个兽妖龙 还有额外增加2combo 最多增加12combo 那盗罗斯我自己在玩起来 如刚刚所说 主要的打点几乎也变成盗罗斯 他自己双队长 那队员的部分则是可以带一些光龙 光兽光妖来去做一些解蹲上的处理 那这边最后简洁整体玩起来 眼球比较吃 队伍整体都取舊续章 而特性是队员CD还会减2 而盗罗斯的部分 跟宇宙序章好像比较没太大的关联 但是CD的话会额外进场减6 我觉得也算还不错 那这一次的宇宙序章浅解已经推出 如果还没有浅解的玩家们 可以来去潜能解放体验看看 然后也有推出相关的挑战关卡 也可以获得额外的宇宙序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想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通知 记得订阅什么之塔 观光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